如何平衡理性和非理性之间的矛盾 三分钟读一本书 今天我们读思考 快与慢 第一部分 两种思考模式 大脑分为快思考和慢思考两种思维模式 当我们能马上反映出一加一等于二的时候 这就是快思考 它能够依赖情感 经验和记忆 对眼前的情况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反应 而慢思考涉及反思和分析 通常需要更多的认知资源 包括注意力和记忆 例如18乘以24等于多少 我们通常可能需要只和比 一步步思考计算 作者指出尽管快思考非常有用且省力 能让我们快速做出反应 但快思考很容易上当 因为它固守眼见极为适时的原则 导致人们喜欢盲从和靠自己的经验 或惯性思维去想事情 而很少认真深层次的慢思考 因此快思考会引导我们做出错误的选择 举个例子 当我们习惯或者熟悉了某一件事之后 就会选择相信 而广告商们正是利用了这一特点 通常频繁阐述同一件事 或者说一些押韵让人容易记住的广告词 而人脑是懒惰的 具有曝光效应和认知放松 这些押韵的话语更能让人们熟悉和记忆 所以当我们听了很多重复的广告 变得熟悉之后 就会选择相信该品牌 第二部分 风中效应 如果一个复杂的事情 大脑仅仅依靠快速思考来得出结论 那么它可能会陷入风中效应 因为人的大脑在经历某个事件后 唯一能记住的就是风和中的时刻 也就是高潮和结束的时刻 而过程体验会被忽略 比如看完一部电视剧 如果结局草草收尾 就会觉得这是一部烂剧 评价就很糟糕 再例如两个人分手的场景是争吵的 那么分手后 整个谈恋爱的回忆都是悲伤和不愉快的 反之如果结束时刻感受是愉悦的 那回忆起整个体验的过程就会觉得开心 产生峰值效应的原因是复杂的 既有人理性的一面 又有非理性的一面 其实快思考带有的主观色彩会更浓重一点 第三部分 避免认知谬误 那么我们该如何克服大脑职 采用快思考的模式从而规避错误 提升思维的准确率呢 首先 当涉及重要谈判中的数字时 始终提醒自己数字可能具有矛盾效应 例如医生和你说手术成功率有90% 你会下意识觉得成功率很高 但如果医生告诉你这个手术有10%的死亡率 你又会认为该手术的风险系数很高 因此需要慢下来深入分析 其次 不能过度自信 人们通常会对自己认为熟知的事物确信不疑 也会因为某些原因对一些事物产生偏见 这些都会影响我们的决策 我们总是高估自己对世界的了解 却低估了事件中存在的偶然性 而未来是不能预测的 最后学会事前验尸 就是预先设想惨败的结果 然后分析导致失败的有可能的原因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杜绝意志过分乐观的决策 同一个慢思考如果一直使用 那就变成了刻意练习 从而形成心理表征最后转换成快思考模式 例如新手开车时处于慢思考模式 需要对外界的各种情况进行仔细分析 而老手开车则熟练到上车就直接出发 甚至不需要有意识的思考 因为它们完全受到心理表征的控制 开车已成为一种快思考模式 关于如何刻意练习 可以参考前期的视频 无论是在个人生活还是职业发展中 快思考和慢思考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让自己变得更好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 下一集我们读被讨厌的勇气 这本书告诉我们如何获得幸福 又如何鼓起被讨厌的勇气去面对他人 每一个月都可以却放在那边 这本书给你 根本书看 很像求你 这本书看